宝马i8支付接棒 贾跃亭辞任CEO 一切只为了还债 FF自从抱上了恒大这个大腿以来 名气大增关注度也不断增加 但随着与恒大的和平分手 近段时间除了融资的消息几乎再无其他 关于FF91什么时候能顺利量产也再无下文 CEO贾跃亭也已经一个半月没有更新微博了 终于沉寂许久的贾跃亭 于9月3日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条重磅消息 FF官方表示 FF创始人贾跃亭将辞去原CEO职位 出任CPUO 正式宣布任命有宝马i8支付的毕福康博士为全球CEO 还宣布将公开招募全球董事长一职 且在最后外界看来 FF91能否两产成功 成为贾跃亭还清债务的关键 此次辞去CEO一职 更像一种变相融资卖股权的一种操作 在如今这样的大环境下 贾跃亭的还债之路注定是不平坦的 你们觉得FF能成功量产吗